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是引申医 第二篇是百岁感言 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百岁感言这一篇 百岁感言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今年一百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 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 但我很清楚 我快回家了 我没有登泰山而挑小天下之感 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少年贪婉 青年迷恋爱情 壮年急急于成名成家 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 顽铁能炼成的精 精能有多少 但不同程度的锻炼 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 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 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 倒得越碎 磨得越细 香得越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我们知道杨将 他是1911年出生 到今年已经105岁了 这篇文章是在2012年7月17号 他生日的那一天 他写的百岁的感言 杨将他跟他的先生前中书 其实有经历过 非常坎坷的一段过程 那么在年轻时 经历过这些打击 他仍然是勇敢的面对 甚至他在47岁的那一年 他还在学西班牙文 把唐吉歌德传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么据说是最好的翻译版本之一 曾经印刷过有超过70万本 西班牙的国王也曾经颁赠一个奖给他 感谢他对西班牙跟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 那么他从1911年到2016年 也就是105岁这个年龄 他告诉我们说 他人生走到了100岁 也就是人生的边缘 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走 还能够走多远 因为寿命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的 不由自主的 但是他非常的清楚知道 他自己快要回家了 他说在生日的那一天 他没有登天下而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 只是在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在他的家里过着很非常平静的一个生活 他自己回顾到少年的时候贪玩 而青年的时候迷恋爱情 壮年积极于成名成家 到了老年自欺欺人 他反省 其实人的寿命有多少 碗铁能炼成的金金又有多少呢 不同的程度 每一个人的努力 他的成绩也就不同 所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一个锻炼 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在他的先生前中书 以及他的女儿前院过世了之后 在那段时间 他开始比较少写作 但是在之后 他开始写了非常多的小品的散文 那么让许多人分享 他人生到了年老的一个智慧 那么他说 人生好比是香料 倒得越碎 磨得越细 香得越浓烈 我们一般的人 现在都是粗糙的 事实上 粗糙也就香味 就不能够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想这句话是非常耐人深省的 经过了这一百年的岁月 经过了所有的波澜壮丽 才发现 其实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其实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淡定跟从容 我想淡定是一种乐观 淡定是一种面对人生所有的挫折 我们仍然能够鼓起勇气来 微笑以对 这是一种淡定 那么从容跟淡定 其实都是在历练了 所有的一切的磨难之后 才能够萃取出淡定跟从容 我们看到瀑布 它从高处往下的时候 那时候是这么样的激烈 但是慢慢的流 流到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看到 溪流是非常的平稳 那么这个也是在说明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高处的时候 其实是混乱的 我们在高处的时候 其实它的水波荡漾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看清 人生的一个真相 但是当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淬炼之后 在整个河流平静了之后 反而它就像一个明镜一样 它能够反射出人生最珍贵的珍珠出来 因此它说最曼妙的风景 其实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这其实是它自己一生的一个写照 也是它对人生的一个体悟 最后一段它说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的 我想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不同 有的人选择做一个科学家 有的人选择做医生 有的人选择做护士 有的人选择做农夫 不论我们选择做一个什么人 忠于自己的选择 我们把它做到了 彻底的完成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到了最后才知道 其实世界是自己的 跟别人是完全无关系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自己经历过 我们自己的生命 自己成长 谁都不能够来阻碍 谁也没有办法 来帮助你的成长 在佛经里面 有提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国王 他非常喜欢 刚刚生出来的一个小公主 那么这个小公主 非常的美丽漂亮 他就很希望 这个小公主快快长大吧 那么就问臣子说 你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小公主快快长大 所有的大臣都头痛了 这个怎么快快长大呢 有一个老臣很聪明 就告诉国王说 我有一个方法了 但是国王 你要给我一笔钱 我要照顾公主 我要带着公主去游律 在这段时间呢 你都不能见公主 那么公主就会长大了 国王答应了 就给他很多的金银财宝 那么十二年过去了 他带着公主 抚育着公主 参与了所有的明川大厦 参与了许多的风景名胜 他终于回到这个国家了 他告诉国王说 国王现在呢 我要让你看看 长大后的公主是多么美丽 国王一看公主 果然经过了十二年 非常的美丽 端庄 非常的高兴 其实哪有快快长大的 每一个人都也必须要经过 生命岁月的淬炼 就像母亲也要怀胎十个月 婴儿才能够孕育而成 怀胎十个月 宝宝生下来 才能够慢慢的成长成人 所以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你内在的世界是快乐的 别人抢不走 你内心是忧虑的 别人谁也没有办法帮你消除 因为你的世界选择快乐 还是痛苦都有自己 我记得有一个禅师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其实这句话 也跟这句话是 有一曲同工之妙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可以创造我们的世界 所以为世中说 三界为心万法为世 你的心想要取天堂 我们乐观 服务 我们不失 我们在天堂的境界 但是我们称恨 我们愚痴 我们杀人 我们伤害别人 我们就在地狱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人生 他说最曼妙的境界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想 只有在淡定与从容当中 我们才能够找到 我们人间的一个净土 我们人间的一个快乐 佛陀在这个世间 他出生在世间 那么修道在世间 经过六年的苦恨 他成道也在世间 所以他不是在别的道成道的 他是在人间 因此人间是最好修行的 人间可向上可向下 人间人的可说性是最强的 因为在六道当中 人是居中 向上修善的 实戒 不失 修禅定 可以往天堂的境界走 而如果我们是贪欲 称恨 愚痴 那么就是往下 墮落到了地狱 恶鬼畜生 这样的一个境界 因此 人是最容易修行的 人也是有最大的可说性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决定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而我们自己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成就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随时的保持努力 不放松 但是内心又不断的保有一个休闲 又保有一个淡定跟从容的话 就这样子呢 我们既努力 但是努力当中 我们也不过度的把自己呢 给自己的压力 那么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才会去成就 那么到了最后 这个世界是天堂 还是净土 是地狱 还是这个畜生道 其实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当中 杨健还提到了 他说上天不会特别眷顾某一个人 有时候你有了健康 可能你失去了家庭的一个和乐 你有了家庭的和乐 可能也许健康不一定拥有 你拥有金钱 也不一定拥有健康 拥有健康 也不一定拥有财富 所以世间是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淡泊知足当中 我们努力的做好自己 我们努力了之后 有成就了之后 我们又能够淡泊 所以在一百岁 他的感言是 我心平气和的迎接过好每一天 其实每一天把它过好 在佛教里面就是把握当下 在佛门里面 有所谓的常乐柔和忍辱法 安住慈悲喜舍中 其实我们看到杨将 他确实就是实践的 常乐柔和忍辱法 我想其实他的内心里面 自有一片天堂 他的内心里面 自有一片的极乐世界 他的淡定从容 就成就了他自己的一个世界 我们祝福这位百岁的老人 他给我们智慧的这个启发 让我们在这么混乱 混乱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面对顺喜万变的 这个世界里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子 如同佛教说 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就用淡定于从容 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种种事物 今天分享到这里 祝福我们所有的大家 平安吉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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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